科大電台小忌延劇團為你們呈現燭光第一集 光之美少女 現在為你們微微到來 每一天早上起床 當你睜大眼睛 就可以見到這個色彩繽紛的世界 光除了我們的生命資源 還要是我們主要接收其他物件無揚的媒介 對世界的認知 對新朋友的first impression 都是靠經過物件的光 進入我們的眼睛 經過眼部神經 寫入到我們的腦部記憶之中 但是如果有一天 一片漆黑 整個世界都沒有光 你和我又會 媽咪 好害怕 你在哪 媽咪 不用怕 可能停電 沒事的 沒事的 媽咪 你在哪 媽咪 我什麼都看不到 老公 特別新聞報道 基於不明成因 由本桿時間 今天凌晨4點開始 全世界的人突然陷入失明狀態 暫時未推測到這個情況 會持續多久 呼籲大家保持冷靜 美國、加拿大等國家 暫時估計有過千萬人命傷亡 多番航機墜毀 平時理所當然的東西 光 在這一刻 消失得 無影無蹤 人類在這一刻 看到的是黑暗的轉望 恐慌 生存下來的人類 都不敢出街 上學 和上班 整個世界突然癱瘓 時間慢慢地流逝 人類由轉望漸漸地接受現實 他們因應政府的呼籲 漸漸恢復日常的活動 上班 上學 出街 吃飯 最大的分別就是 沒有了人手操作的機器 而所有物件都不再依靠眼睛混合 由溫沌 到回復一切一切 用了半年時間 請注意 地鐵車廂內嚴禁飲食 喂 你遇到我 都有很多面子遇到你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沒心 別這樣 兒兒 這位小姐也是不小心 每個人都沒習慣 沒得看東西 遇到人 很平常 嘩大哥 每次遇到你 你是不是聽到別人是女生 就每次幫忙 每次都是這樣 你說什麼 啊 我到站了 我先走了 真好對不起 拜拜 不要緊 拜拜 拜拜 為什麼拍我的頭啊? 看看是不是你,是不是摸摸都不給? 比比比,膝蓋上大腿,怎麼樣? 今天和你的Kawaii出街,是不是又泵了很多氣啊? 唉,他就是這樣,小小事都發達來講,完全都不理其他人的感受 一說他就是發脾氣喊分手,不知道有沒有當過他男朋友? 他... 喂喂喂,這個我聽你說了很多次了 對呀,小小事又發達來講,又發脾氣喊,我不認識啊 現在是你追他回來的,不要怪別人啊 拍拖之前你都知道他多體貼,分人多自我中心,多有獨度見解的 如果不是別人漂亮,你又怎麼會落答啊? 啊,對呀,他之前是不是不照鏡,怕自己漂亮爆鏡啊? 好好笑啊,哈哈,選女朋友當然要漂亮的啦 醜醜的又怎麼帶出來給你過目啊? 其實美不美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啊? 現在什麼都看不到,美又可以當差,有差用嗎? 就算看不到,知道是一個美女,拍拖都把得開心一點啦 開心?現在你和我不開心嗎?你和Kawaii一起真的開心嗎? 嘩,你中途轉機,歡喜我,對我有意思嗎? 我不跟你說,按鐘仔的食物先 請保持車廂清潔衛生 啊,我的戒指啊,就在那邊啊 婆婆,我幫你啊 請保持車廂清潔衛生 哎呀,sorry啊,碰到你了,你沒事啊嗎? 不要緊啦,我沒事啊,我們快點找吧 請保持車廂清潔衛生 謝謝 謝謝,你們真是好心的啊 現在很少有年輕人,好像你們那麼乖的啦 這個戒指是我老公留給我的,真是謝謝你們啊 不用客氣了,婆婆,小心點拿穩 婆婆,你到站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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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你上星期五是不是搭過這班車啊? 我認得你的聲音啊 咦,你又知道的 哦,你就是上次讓我遇到那個女生的男朋友 是啊,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啊,搞得你這麼尷尬 其實我差不多每天上班都和你搭同一班車 聽到你說電話的 你又會記得這麼厲害的 你的聲音好聽啊 對了,我叫阿希啊,你叫什麼名字啊? 哦,我叫熬熬啊 咦,難道你很喜歡哈姆太郎裡面的熬熬? 那些朋友說我很像她的 想不到有男生都會看這部妹妹就是卡通 我很喜歡看卡通片的 喜歡夠簡單直接 所以無記的太子教導啊,根國珠熊啊,我都很喜歡看的 什麼都不用想 不過,我出來工作之後就沒有再看了 有時候都很懷念小時候那種無憂無女的生活 怎麼這麼感慨啊,希小朋友 你現在生活得不開心嗎? 嗯,一般啊 對了,你去哪裡啊?星期日啊 我剛剛去做完義工,現在去吃飯 你就好啦,我回家吃杯麵而已 哦,我也是回家吃麵而已 那你一起吃吧 好啊 剛才去哪裡做義工啊? 我帶窩窩醫生去醫院探小朋友 我本身是一間慈善機械做公關的 有一次搞了一個窩窩醫生的功能 覺得很有意義,有空就去幫忙 你有空就去幫忙 你好喜歡小動物啊? 是啊,我家裡都養了隻窩窩,叫做阿養啊 阿養一定很可愛的啦 我小學的時候都養過一隻狗的 不過,牠走了之後就沒有再養寵物了 那啊,不如下次去做義工的時候叫你啦 好啊 一份Z,Lunch A,一份Z,Lunch B 先吃東西啦 那天之後,我們每個星期都一起去做義工 阿希真的是一個很鮮亮的人 牠很喜歡幫人,很喜歡小動物 但是,每次提起牠女朋友義義的時候 牠好像不想說那樣 那,真的什麼意思啊? 不當我是朋友? 還是,想我做牠女朋友 所以,不在我面前說義義的事 嗯,糟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呢? 難道... 我會這樣想,我會這樣想 阿希希啊 不如我們星期日去聽戲啊 我好想聽那套分手說給你啊 你知道我星期日要去做義工的 不如下個星期六再去吧好嗎? 沒有啦,希希啊 我幾天沒摸過你的小手了 好想念你啊 你不陪我,我會生氣的 真的不行啊 我答應了做場表演的MC 臨時臨急,怎麼找人頂啊 希希啊 希希 你是我的 放假都不陪我 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你每次都是這樣 上次說了去你又不去 你當我是什麼啊? 還有啊 做義工有多重要啊 又沒錢收,牠著狗做無聊表演 我不覺得有什麼意義 還是我的價值 連這些垃圾無聊狗活動都不如啊? 這些東西不是用錢衡量的 哦,還是你想去見那個什麼垃圾啊? 我不覺得我有什麼比不上牠 不過算了,你這麼不喜歡我的就分手了 I don't care 說吧,說一句分手就可以了 我想,我們需要一點時間冷靜一下 就這樣吧 阿希,你是不是不開心啊? 沒有啊,你這麼說啊 你把聲音都說出來了 你今天又沒什麼怎麼出聲 猜都猜到了 有什麼心事啊? 可不可以告訴我啊? 我和我女朋友吵架了 嘻嘻啊? 是啊 她經常都覺得她自己適合 和她一起很辛苦 嗯 或者你嘗試在她的角度想一下吧 兩個人相處總會有喊殺的時候的 最重要是 你究竟還不喜歡她 只要愛對方 什麼事都可以解決到 吵架之後就會更加了解對方 是不是啊,阿羊 你看一下 阿羊都說是呀 不用擔心啦 好啦,阿羊 見你這麼乖 就和你出去走一趟吧 Go 啊 阿羊有沒有感情煩惱的呢? 對啊,她是難還是你都不知道 啊 嘿嘿 不如我們嘗嘗街口那間Full Sun Yogurt吧 香港很棒的 嗯 你說選什麼味道呢? 綠茶啊 還是士多啤梨呢? 你喜歡啦 喂,不要那麼敷衍,行不行啊? 已經三月才出這次街的了 你不是這麼多嫌我煩吧 是不是呀? 你出聲回答我啊 又不出聲?想怎樣啊你? 是不是覺得和我出街很難位啊? 好阿羊 不如分手吧 蛤? 其實我覺得我們很不夾 不要再浪費大家時間了 你是不是喜歡了別人? 不關其他人的事 是我覺得和你一起很辛苦 你認識我那時候也不是這樣的 你也知道我是這樣的 是你說我可愛 是你說想和我一起的 是你說會照顧我 是你 對不起 你會找到一個好過我的人嗎? 我以後都不想再見到你 咳咳 阿希,你不舒服呀? 咳 少少啦,沒什麼事的 不是呀,你好像發燒呀 不要收拾東西住啦,快點去看醫生啦 咳咳 嗯,可以的啦,先搞定吧 咳咳 我陪你去啦,好嗎? 走啦 咳咳 走啦 哎呀 哈哈,你還是和我認識你那時候 經常撞牆 你離得我呀 你記住吃藥呀 叫你家人提你呀 我的家人都去了旅行呀 咳? 咳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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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啦,這麼大隻人,怕什麼呢? 咳咳咳 咳咳咳 阿希,起床吃粥啦,還睡 嗯 是不是很香呢? 是你最喜歡的柴魚花生粥呀 是呀,你很聰明呀 一向都這麼聰明呀 咳咳咳 咳咳,可不可以以後都煮粥給我吃呀 都可以的,反正我每個星期都要煮粥給我婆婆吃的啦 就算你那份啦 不是呀,我的意思是… 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呀? 咳,你說真的嗎? 是啊 做我男朋友很辛苦的呀 我又不細心,又粗魯,又經常撞板 還要幫阿洋撿臭臭的呀 那呀,那我不做了,那麼辛苦 喂,你沒有誠意呀 那你是不是真的答應呀? 嗯 好耶